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任何一个财富管理应该包括这六块 这六块 我们常讲这六块你在其中参与有多少 如果你只能参与一部分 我会建议你将来慢慢多看 不一定都是你一个人来做 其实一个概念 一个平台上如果都有的话 是不是对大家很有帮助 很有帮助 好 整个market trend 在未来保险的走向 insurance index your living benefit 还是主流 尤其是应该需要 还会是主流 那市场的market trend呢 除了美国市场以外 外国人吸引民的市场 会继续地成长 因为为什么 钱要来了 中国人出来投资的习惯是什么 上次我跟他们谈的聊天 中国人出来的投资的习惯叫做 一房产 二保险 三其他 因为房产跟保险是他们认为 这是最安全的 我们看看十年前开始 香港是不是房地产先起来 起来一段时间 当房产开始高一点以后 下一个是什么 国际几年保险起来 对不对 保险起来了 大前年400亿人民币去香港 买人数保险 前年600亿 去年稍微降一点 因为是开始受到CRS的影响 今天可能会再 可是 钱还是要往外走的时候 往哪里 现在大家的问题是 只是说 钱怎么出来 而不是该不该出来 如果CRS开始 越来越发酵的时候 很多钱 所有的Option 香港 新加坡 离岸 加拿大 澳大利亚的钱 很多在温哥华 多人多的人 还根本不知道CRS的存在 当他们慢慢陆续发现的时候 他们会不会开始紧张了 对不对 我曾经问过一个温哥华的朋友说 你们知道加拿大水这么高 你们为什么还待在加拿大 他说你没听过温水煮青蛙吗 我发现已经来不及了 对不对 所以每次跟我讲完 加拿大都不去了 还有呢在传承方面 未来五十年 光美国 还不光是全世界 未来五十年 在将来有五十到六十个车列 五十到六十 因为未来五十年 是所有财富累积 历史上财富累积最多的时候 为什么 因为当人会不会越活越长 当人越活越长的时候 财富累积会不会越来越高 未来五六十年 将有五十到六十个车列 美金 都要转移到下一代 当转移到下一代以后 因为宗教各方面其他的原因 后来将来大家会录录一旋 觉得说 我不光想留给孩子了 因为呢 我不想 我还想 leave a legacy leave a legacy 所以呢 再加上美国有很好的税务配套的制度 很多税务配套的制度 很多税务配套的制度 这五十到六十个车列的钱里面 有五六个车列要到车列 慈善机关去了 这也是我一个passion 我很喜欢一个passion 因为我很想帮 真的 有负担的人 很多人能找钱 我记得 假如很简单的例子来说 如果大家在美国久了 大家知道这件事 在美国你要有 能够将来退休的时候 能够领到 social security 跟medicare 你需要什么 是不是有四十个点 四十个point 那四十个point 一年四个point 对不对 你怎么样collify四个point 其实你一年收入 只要超过六千多块钱 就有四个point 就有四个point 所以四十个点 不难 只要有十年 不需要连续 哎呀 我看到很多海外宣教士 海外宣教士的时候 他在因为在海外宣教 没有报复收入 所以当他回来的时候 当他回来的时候 没有 没有办法qualify social security 没有办法qualify medicare 对不对 最后得了生了病 没钱去看病 所以过失了 其实对我们来说 当我们懂金融的 很容易做这件事情了 就像我今年 我准备来 号召一件事情 很简单 我对我们做生意员 或者做认识中的 或是他很不易来说 我们捐给church 或 charity的钱 跟我们给人 ten nine nine 是不是都是可以抵税的 我都可以抵税嘛 如果我可以找到 今年 这是每一年至少找一百个 以上 愿意有这样负担的人说好 每一年我们来负担 有人可support一个 有人可以support两个 有人可support半个 有人可support三分之一个 那么这些人support 他们怎么support呢 很简单 我们只要说OK 每一年只要给他们一天 一零九九 我们等于hire他 我们给他一零九九 六千多块钱可不可以 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是我们是抵税 对他们来说 市值收入 他交了一千 一千块出头的 sup component tax以后 他就有四个点 剩下的钱 因为他的收入不高 所以不需要缴税 剩下的钱 你可不可以替他做retirement fund 十年后 当他回来了 49 medicare so security 像这些东西 是个对我们来说 是个举手之劳 但是对他来说 是个很大的帮助 那这些东西值不值得 我们来推广呢 对不对 所有来讲 但是大部分都不了解 所以我们有的 为什么在美国 大家知道 当初美国提出来 我们要裸捐的时候 大家知道什么叫裸捐 美国富豪裸捐的时候 当他走的时候 他只留1%的资产给孩子 99%捐出去 在美国 头100个富豪 有50个人响应 50人响应 在海外 几乎没有 很少 再加上 美国税上有多少 可以退套 增加率 你有的时候捐出去 你拿回来不会少 如果话 如果这样的话 你会更想要捐吗 所以我们有一堂课 专门来谈这些事情 谈这些事情 因为我认为 Cheerful Funny 是一个很大 也很有意义的事情 很有意义的事情 很有意义的事情